游泳池 对小豆豆来说,今天可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,因为今天小豆豆生平第一次在游泳池里游泳了,而且是完全光着身体游的。 这是今天一大早的事,校长先生对大家说,天气突然热起来了,该把游泳池里放满水了。 哇,孩子们高兴地跳了起来。 小豆豆他们这些一年级的小学生,当然也挖得欢呼起来,而且比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跳得还要高呢。 巴西原的游泳池并不是普通的四方形的,可能是顺着地势建造的缘故吧,它的两头略窄一些,像一艘船的模样,但是池子本身很宽阔,非常气派。 位置就在教室和礼堂的正中间,上课的时候,小豆豆他们也兴奋地安不下心来,悄悄地从电车窗口朝游泳池张望了好几次。 游泳池在没有注水的时候,像个落满了枯叶的运动场,但打扫干净,注上水以后,一下就变成一个气派的游泳池了。 总算盼到了午休时间,大家集中到游泳池周围,校长先生说,好,我们先做体操,然后就游泳,好吗? 小豆豆心想,虽然自己不太确定,但好像游泳是要穿游泳衣的吧? 记得和爸爸妈妈去镰仓海里游泳的时候,不仅带了泳衣,还有救生圈什么的,有不少东西呢? 今天,老师有没有说过要带这些东西来呢? 校长先生好像知道小豆豆的心思似的,说道,不用担心没带游泳衣,大家到礼堂去看看吧。 小豆豆和一年级的同学们跑到礼堂,原来,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正在闹哄哄地脱衣服呢。 脱完衣服之后,他们就像洗澡时那样全螺着,一个接一个地跑了出去。 小豆豆他们也赶紧照样脱了衣服,暖暖的风吹过来,光着身体的感觉真是好舒服。 跑出礼堂,站到台阶上的时候,校园里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做准备体操了,小豆豆他们赶紧光脚跑下台阶。 游泳老师是美代的哥哥,也就是校长先生的儿子。 他是一位体操专家,但他并不是巴学员的老师,而是一所大学游泳队的选手。 说起他的名字,原来和小豆豆他们的学校一样,也叫巴,只有巴穿着泳衣。 做完了体操,又在身上浇些水,小学生们就扑通扑通地跳到尺子里了,一时间,嘻嘻呀哈哈,闹成一片。 小豆豆看到,大家跳下去之后,都能够在尺子里站起身,于是也跳了进去,和洗澡的时候不一样,澡盆里都是热水,而游泳池里却是凉水。 不过,游泳池非常大,无论手怎样伸展,感觉到处都是水。 瘦弱的孩子也好,胖胖的孩子也好,男孩也好,女孩也好,全都像刚生下来时那样光着身子。 大家笑着,闹着,吵着,叫着,在水里尽情地嬉戏,小豆豆想,在游泳池里真是有趣,好舒服啊。 又觉得不能和牧羊犬洛基一起来,未免有些遗憾,要是洛基知道,不穿泳衣也可以游泳的话,他一定会跳到游泳池里扑通扑通吧。 校长先生让孩子们不穿泳衣也可以游泳,这并不是一条规定,如果有人带了泳衣来,当然可以穿上泳衣再游,而像今天这样突然决定游泳吧,大家都没有什么准备,那就光着身子游,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。 为什么要光着身体呢?那是因为,如果男孩和女孩觉得对方和自己的身体不一样,是很奇怪的事,那就不好了。 而且先生认为,在别人面前拼命地掩藏自己的身体,是不自然的事。 校长先生想告诉孩子们,无论什么样的身体,都是美丽的。 在八学院的孩子们之中,有像泰明那样曾患过小儿麻痹症的孩子,也有身体极为矮小的孩子。 像这样身体有障碍的孩子有好几个,但当大家都光着身子一起玩耍的时候,这些孩子对自己的身体的羞耻感就在不知不觉中消除了,这样就不会使他们怀有自己比不上别人的劣等意识。 校长先生是这样考虑的,而事实也的确如此,那些身体上有障碍的孩子一开始还很害羞,但是不一会儿他们就放松了,快乐的感觉占了上风,而真让人害羞之类的想法,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给抛到九霄云外了。 不过,有的学生家长还是有些担心,会告诫孩子一定要穿泳衣,并且让孩子把游泳衣带到学校来。 但这些孩子到了学校里,看到有的同学,比如像小豆豆这样的,开始就认为光着身体游舒服,还有的同学忘记带泳衣了, 而大家都在快快活活地光着身体游泳,自己也不游地一起光着身子游了起来。 结果,等要回家的时候,他们只好慌慌张张地往泳衣上浇些水,把泳衣弄得湿湿的,好像家里人交代。 因为光着身体游泳的缘故,发学员的孩子们全身都晒得黑黑的,几乎没有人身上有穿泳衣留下的白色痕迹。